塑膠微粒是許多民眾認知存在的環境污染物 人體暴露在塑膠微粒中是無法避免的 而塑膠微粒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不少學者也提出各種觀點 在人類的糞便 腸道 甚至是胎盤中 都有檢測到塑膠微粒存在的例子 那塑膠微粒對健康的危害目前還沒有定論 也相對的複雜度比較高 那由於塑膠微粒可能來自不同的塑膠材質 粒徑大小跟形狀的不同也有可能影響到它的危害程度 所以目前科學界還沒有一個定論 如果一個人一直喝瓶裝水的話 瓶裝水裡面含有的塑膠微粒是自來水的22倍 等於說一個人如果一直在喝瓶裝水喝了一年的話 它會增加了吞下13萬顆的塑膠微粒 那如果只吃自來水的話 自來水只有4000顆 所以我們知道說進去的東西這麼多 到底會不會對人體造成一些相關性的疾病 目前還沒有定論 可是因為隨著我們吃進去的塑膠微粒越多的話 其實它的風險相對高 目前可以知道 粒徑較大的塑膠微粒難以停留在人體內 而粒徑較小的塑膠微粒 可能進入生物體的器官中 有研究發現塑膠微粒它可能主要影響到生物的腸道 肝臟以及生殖器官 包含它可能影響肝臟的代謝功能 然後脂肪的儲存 生殖毒性等等 那塑膠微粒也被證實它會降低生物腸道的一個屏障功能 還有黏液的一個分泌情形 那並且改變動物的腸道菌群的組成 塑膠微粒對生物體的影響 還停留在人體的細胞還有動物 目前還沒有臨床證據 可以直接證明塑膠微粒對於人體的健康危害性 關於塑膠微粒對人體的健康危害 主要事實上是因為塑膠是一個高分子的聚合物 它裡面有很多的添加劑 像距離乙烯它有我們常知道的塑化劑 那這個塑化劑對人體的健康危害 在文獻上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報道 而且證實了 但是塑膠微粒在形成的過程當中 如果是在製造的過程當中 這些塑化劑 經由塑膠微粒也曝露到塑化劑 事實上它的量應該比我們喝飲料 或者是一般的食物要來的低 過去研究曾經在瓶裝水與食品產品中偵測到塑膠微粒存在 塑膠製奶瓶一次性的淋抹紙杯塑膠杯以及沖泡式茶包袋 咖啡 綠袋等食品容器具也可能在使用時釋出塑膠微粒 但是何種塑膠材質 產品類型 產地以及哪一種使用情境 更容易釋出塑膠微粒 目前還不清楚 飲食中的塑膠微粒的曝露程度也還需要未來更進一步的探討 來獲取更完整的資料 才能夠有比較完整的討論 在環境裡面經過風化裂解而形成的塑膠微粒 在這個風化裂解過程當中 它的添加物應該就已經釋放出來 而人體也不太容易會曝露到 所以整體的危害性來講的話 塑膠微粒跟附入塑膠的塑化劑來講 相比應該是微乎其微 塑膠微粒對人體的影響 當製造塑膠的時候 所使用的單體以及添加物 會干擾神經物質的發展 以及內分泌的系統 如果吃進去塑膠微粒越多 風險相對比較高 專家建議基於健康觀念 還是盡量要避免塑膠微粒 出現在我們生活之中 TVBS新聞 柯聖雄 蔣世偉 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